在一个雷雨交价的夜晚 三位身着军服的战士 被一名神秘杀手拦住去路 杀手名叫埃尔 他已经杀害了多名这样的士官 刚一照面 埃尔就解决掉其中一个 另两名士兵一下就慌了神 成了人体描边大师 埃尔轻松将两人团灭 手臂上的记号也随之增交了几个 几天后斯科特小队路过这里 刚好撞见了三名士兵的葬礼 这位的人告诉他们 这个杀手非常痛恨军官 而且总是在雨中进行谋杀 除了知道他的名字外 弄清楚来龙去卖钱 斯科特依然持谨慎态度 罗克和伦德驾驶旋风摩托在附近巡逻 很快英卫德就发现了他们并展开攻击 两人一边躲闪一边刺激反击 可由于敌人的数量实在太多 两人的处境相当危险 这时他们发现悬崖上有一个黑影 而那个人正是神秘杀手埃尔 他释放出一种声波赶走了英卫德 自己则因为之前战斗受过的伤晕落过去 罗克在给埃尔治疗的过程中 发现他的身体尽有部分是由金属构造 埃尔解释这都是拜那些外星人所赐 伦德觉得这个陌生人非常可疑 他用枪指着埃尔 要他说出真相 但埃尔却异常沉着 他巧妙躲过攻击 并反手将伦德手里的武器打掉 事后埃尔告诉罗克 英卫德曾经用他的右半身做实验 而他的朋友站在边上无动于衷 故事说到一半 伦德催促罗克离开 这个强大又神秘的男人 让罗克有些着迷 跟埃尔告别后 两人与小队其他人会合 通过照片罗克知道了 原来杀手埃尔就是他们遇到的那个人 他很失落 不愿接受这个现实 此时天空又下起了雨 正是埃尔出没的时间 幸运的是 罗克赶在他行凶前找到了他 面对质问 埃尔说出了没讲完的故事 为了得到人类演化进展的数据 英卫德拿他的身体做实验 整个右半身被一块块金属器官代替 纯程甚至没用一点麻药 那种撕心裂肺的疼痛 他永远不会忘记 而朋友们为了能够活下去 即便能把他救下 可还是眼睁睁看着他被英卫德带走 他活着回来 就是为了找这些人报仇 罗克得知真相后 也不再阻拦埃尔 这时伦德呼叫他赶快过来支援 小队这边已经和英卫德遭遇 正陷入苦战 此时埃尔纹身赶来 他先用声波暂时赶走英卫德 然后两个背叛过他的朋友 想要置他于死地 结果被埃尔轻松解决 最后他冲向斯科特等人 普通的子弹根本伤不了他 一番击战过后 除了小队成员 其他人都被消灭 罗克终于也赶到战场 他和伦德使用武器同步系统 解决了绝大部分英卫德 战场局势得到控制 斯科特这边继续朝埃尔疯狂输出 可埃尔就像是有不死之身一样 从猎人中又站了起来 没一会儿功夫就把斯科特几人击倒 在他将要大开杀戒的时候 罗克及时赶到 并表示愿意用自己的性命 交换朋友的性命 最终埃尔被真知的友情打动 他多么希望当年也有这样的朋友 这是一只还没死脱的英卫德 从背后偷袭 埃尔果断挡在罗克身前 和敌人同归于尽 这个被朋友出卖的人 在生命最后时刻 终于找回了珍贵的友情 英卫德旅王瑞吉斯得知 斯科特小队的使钱能量即将耗尽 于是便在可以补充能量的城市里 布置了大量英卫德的巡逻队 以便抓获这群反叛分子 蓝色等人伪装成奄奄一息的乞丐 勉强骗过了这些巡逻兵的搜捕 接着他们潜入到守卫森严的大楼里 里面有足够多的使钱能量 蓝色回忆起自己来过这儿 这里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 他曾无数次幻想过在台上表演的情景 人们为他的演出欢呼雀跃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他一定会驱逐那些外星人 这时有卫兵进来巡查 几人赶紧就近找地方隐蔽起来 安妮不小心弄出声响 眼看就要被发现 不知哪里来的一只波斯猫 分散了英维达的注意 等卫兵走后 出现一个黑皮肤的男孩 原来是他模拟了波斯猫的形态 男孩自称乔治 平时就在这附近生活 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一群演员 团长西蒙是蓝色的忠实粉丝 他啃起蓝色 明天充当他们的客串演员 英维达之所以没有反对演出 是希望可以让奴隶们能快活点 英维达这边 希腊和考尔发生了争执 希腊让考尔停止破坏 观察人类的习性 而考尔觉得应该留下少部分劳力 把其他的人类统统消灭 他不顾希腊劝阻 开始了自己的屠杀计划 考尔带着大队人马 攻击手无寸铁的百姓 整座城市立刻陷入一片火海 蓝色等人和演出团也被波及 希蒙看着辛苦经营的剧场毁于一旦 失落之急 但蓝色告诉他 只要活着总还有重来的机会 他们逃到楼下 与英维达展开激战 危机关头 斯科特等人驾驶变形战机赶到 看着和敌人殊死搏倒的战士们 团长西蒙打算演出好戏 鼓舞城里活着的人们 这和黎明们用歌声鼓舞士气 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蓝色美妙的歌声中 斯科特小队暂时击退了考尔 他们在蓝色的演出地点集合 补充实现能量 接着开始了最后的大反攻 此时希拉来到艾莉尔身边 她质问为什么还没来报告人类的计划 为什么要背叛女王瑞吉斯 艾莉尔被问得一头雾水 见对方没有回应 希拉只好先行撤退 另一边 小队几人和考尔打得难分难解 斯科特决定指导黄龙 消灭城市上空英威德的据点 大家齐心协力 破坏了内部的主动力装置 伴随着巨大的爆炸 英威德又一个据点就此陨落 城里的人们也因此获救 事后蓝色和西蒙等人告别 而自由旅神像 仿佛给人类指引了胜利的方向 我是猫叔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